醉排骨 这道菜是早在20年代由福州的厨师创制的 这道著名的闽菜经久不衰 用料是猪大排骨400克 辅料油 笔起100克 鸡蛋葱白蒜瓣适量 调料用酱油香醋芝麻油 白糖味精胡椒粉适量 生粉20克 先将猪大排骨斩成长约3厘米 宽1.6厘米的长方块 笔起切成两块 葱切成米粒 将蒜瓣剁碎 姜葱 酱油 酱油 醋 白糖 味精 胡椒粉 芝麻油 调成汁 另取一碗放入猪排 加入鸡蛋拌匀 加入鸡蛋拌匀 鸡蛋拌匀 鸡蛋拌匀 香菜 咖啥 鸡蛋拌匀 咖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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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炒锅上火 放油 待油温升至六成热时 竹片下入排骨炸熟 将油沥静 然后倒入已经调好的碗汁中 搅拌均匀 然后就可以装盘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 排骨要炸熟炸至金黄色 质地要酥嫩 醉汁调食下料要准确 它的特点是 香酥松软酸甜适口 味道纯美浓郁 是下酒的佳肴